金門大雨雨聲穿透車內 視線極度不佳 民眾在行經國道3後龍附近拍下正幕 前方黑色轎車整個逆向停在車道上 就是因為大雨車子打滑才會失控 後車視線不清一不小心就會撞上 還好當時車子不多車速都放慢 否則在高速公路上追轉 後果不堪設想 下雨天雨滴打在擋風玻璃上 除了影響視線 輪胎也有可能影響抓地力 究竟要怎麼樣才能夠防止水漂的現象 專家告訴你 大雨天輪胎就特別重要 車子在行駛的時候可以把積水撥開 裡面都會有品介的機制在 是我去檢查一下說 那輪胎的話輪胎夠不夠 大雨開車上路前 除了檢查輪胎是否磨損到安全線 雨刷若有脫膠硬化也要換掉 擋風玻璃可以擦拭潑水劑 讓雨滴更快散開 除了檢查車子配備 開車遇到大雨也有必備動作 專家建議一定要開大燈 局勢過大 視線剩一到兩個車身的距離 要加閃雙黃燈 提高用路人注意 至於後霧燈多適用在下雪的國家 國內不建議使用 以免影響別人勢力 出現犯效果 下雨天除了視線受影響 路面濕滑更要放慢車速 車身配備檢查不能少 雨天出門才能平安回家 這位魯伊宏秋雨天台北採訪報導